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个Intelligate IDEA的非常好用的外挂 叫做HTTP Client 以前当我们在撰写Web Service的API的程式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使用PosterMan来当做测试的工具 但是因为PosterMan它是一个独立执行的一个网页 或者是应用程式 我们通常很难跟我们的专案的档案做很好的整合 但是今天我们透过了IDEA的HTTP Client 它实际上使用的是一个像我们原始档案一样的一个文字的档案 因此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跟我们的专案的档案做整合 同时它也更方便的能够让我们在编辑器里面来复制 我们需要测试的各种API的Request 或者去观察所有这些Request所取得的Response 因此它对于我们整个API的测试 可以说能够提高非常多的一个效率 很可惜的是这个HTTP Client 只有Ultimate这个版本才有支援 因此如果说你使用的不是Jet Brands家族的IDE的话 你可以试看看使用VSCode里面的Response Client 这个外挂也可以提供向HTTP Client相同的一个功能 下面我们就先来讲解一下 到底这个IDEA的HTTP Client 相较于Postman到底有哪一些优点 首先就是因为它是在编辑器里面 直接让我们编辑我们的这一些Request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萤幕上看到的这个 就是使用它的这个Examples 产生出来的每一种的范例 比如说是使用Post的方法 后面空一个以后 后面就可以直接接网址 下一行就是我们的Request的Content Type 比如说我们这边指明了我的Content Type 是Application 写线Json 也就是我是使用Json德式 它的内容我们只要再多空一行 接着把Json的字串写在这个里面 这样子写好以后 我们就写好了一个Request的测试的案例了 我们要执行 只要点击左边的这一个三角形 它就会弹出是不是要执行RUN这一个Post的这个Request 我们点击了这个RUN以后 它在下方就会呈现出它的Response 这个就是我们从HTTP.bin.org取到的一个Response 它的Response也是用Json的字串来回应的 这边我们也可以取得所有的Response的内容 它会帮我存在另外一个独立的档案里面来 在开始使用HTTP Client之前 我们首先要先进入设定画面 找到这个Plugins 然后接着在这个Install的里面 在这边输入HTTP Client 然后我们要确定一下 我们这一个HTTP Client 这一个外挂是不是有把它给启用起来 那我们必须把它给启用起来以后 我们在Tools的这个工具列里面 才能够找到HTTP Client的这个项目 那在这个项目里面我们如果要先看一下它的功能的话 就是直接从这边你可以去选择你要执行的一些范例 比如说我们要通常我们会去使用这个OpenHTTP Request 这一个Collection 我们接着要再选择你是要用Get还是用Post 还是要用Request有这个认证的方法 那我们就用这个Post Request 它其实会开启起来的是像我这样一个画面 那要注意这个档案它是围堵的 因此我们没有File is read only 我们没有办法对它做编辑 因为它是直接我们从这个档名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从这个RestClient.jar里面取出来的档案 所以这个副档名虽然是点HTTP 但是它是围堵的不能做修改 它只是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HTTP Client 它的这个内容到底是长了什么样子 刚刚讲到就是所有我们这个ContentType 它在这个范例里面都有帮我们做展示 比如说我这个是Json的格式 因此我们在空一行以后 这边是Json的格式 下面是这个表单的格式 UIL Encoded 使用了UIL Encoded以后的表单的格式 它就是用一个Key等于什么Value 然后用AND的符号来做隔开 这个就是使用X-WW-Form-UIL Encoded 这样子的格式来做操作的 后面就是一般的表单的内容 它会有Boundary 因此会有变数跟后面这个档名 这个档案外部的档案是用小于的方法 把它给从外部的我们这个指定的档案里面 把它读到我的这个表单里面 然后再Post出去 最后这一个也是一个Json的格式 但是它使用了这个变数的方法 直接去取得系统执行所有的运行一些变数 比如说UID 比如说我的时间等等这样子 这个就是一个很完整的Post的所有格式的一个Request 我们要增加自己的API Request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点击它右上角这个Add Request 点击了以后一样它会有不同的格式让我们来做选择 那假设说我们选择这个Post Text Body 也就是我们的参数是要写在我们的这个Body区域的 那它就会自动帮我们产生出一个可以修改的档案出来 那这边它就会有这个网址让我们来做输入 那我们可以从我们从这个它原先的这个范例里面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再把我们这个内容给贴进来 然后它不同的案例中间就是用三个警号来做分隔 因此这是第一个范例 那假如说我们有第二个范例 那我就是继续再输入第二个范例 那再用三个警号隔开 那在有警号呢它是注解 因此你其实你可以自己在这边加入自己的一些注解 比如说我这个案例是要测试什么的 那有了这样子的内容以后呢 这边其实就可以直接点击了以后呢 它就可以直接做执行 那因为我们这个这边呢 它就是已经就是直接就帮我们直接执行 这个从这个网址直接取得request 因此我们从这个response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内容 那这个就是要产生出来的这个范例的档案 我们只要Ctrl按着然后click它 就可以看到这个response的所有的内容 那它其实也是一个档案的格式 因此我们可以很方便的来做一些搜寻 或做记录的保存 那这个档案 因为它已经产生成是一个文字的一个内容 因此我们有需要的做任何的操作呢 比如说Ctrl-C把它复制起来 再用Ctrl-V 我就可以再产生第三个范例 那因此对我们的API的测试呢 可以说很方便 我需要什么样的内容 我这个值如果要做变动 我不同的案例呢 就可以马上在编辑器里面马上做修改 然后直接点击左边的这个三角形 它就可以马上执行了 我们也就可以马上看到结果 可以说这个测试的速度就会非常方便 那它这一个产生出来这个范例档 它其实副档名会会是点http 那它会固定产生在我们的这个project 这个侧边栏的scratches and consoles这个节点里面 那我们只要打开了这个scratches 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档案 那因此你就可以把这个档案呢 把它给复制起来 或者是把它搬移到你的专案的资料夹里面 然后到时候加到你的git里面 也就会变成你的专案管理的档案之一 那这样子对将来系统的维护 版本之间的变动呢 可以说达到非常好的版本控制的一个功能 那这个是posterman很难做到的这一点 这个是我们讲的这几个优点 就是它很容易编辑 可以形成我们的专案档案 因为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点http的档案 就直接加到我们的git里面 来做版本的控管 然后同时它也可以做设定档 因此我们的sit、uat、正式环境等等 都可以透过同一个测试的点http的档案 就可以来达成 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要测试这一个范例 我们只要点击这个at the environment file 然后我们再点击这个regular 好,这边它就会有一个范例出来 这个就是dev 我们开发的时候的一个版本 假如说我要再加一个 假设我要加一个uat 好,我在这边就改一个把它改成uat 然后这边我们是希望网址会是不一样 因为通常我们的网址是我的开发的环境 跟我的真正执行的环境可能会不一样 比如说我假设我这个是localhost的808a 然后test,假设是这样子 那我正正在uat的时候我就会是一个正式的网址 比如说我们是httpbin.org 假设我们就做了两个变数了 那我们再回到刚刚的这个测试的档案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变数的名称 那它变数的方法是用两个中括号 然后再输入我们这个变数的名称 它就自动带出来了 好,那我们的这个变数的名称以后 我点击左边这个三角形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它就可以有uat跟dev 可以让我们来执行 那我点击以后它其实就马上执行的 那我们这个网址它似乎 Invalid the URI because of 它找不到URL这一个变数 我看一下哪里不对 在这边我们的变数 这边忘了改,我把它改掉 好,那有了好了以后我们再来执行一遍 这个uat的这个环境 好,它就直接跟我们直接打这一个刚刚的这个https httpbin.org的一样的效果 但是我们已经变成了有两个不同的环境了 那将来如果我有production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再复制 Ctrl D 我就是在复制一个production的变数出来 比如说我这个是production 那在这边就改成你自己production的网址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这个就是变数的做法 我们刚刚的示范 基本上把idea的httpclient 它基本的操作方法都做了一个介绍 那各位在实际的专案运行过程中 如果经常来使用的话 那很快就能够上手 因为它的概念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让我们直接用编辑器的方法 来做API的测试 那当然就是像我讲的 如果你没有使用idea的ultimate版本的话 那其实用这个VSCode的httclient 也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 只是它的环境变数的设定的方法 跟idea有一些小差异 但是基本的概念都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今天就介绍这个tools的httpclient 这个工具给大家 那希望对大家在做API测试的时候 能够非常高的效率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用力示ization 有什么 怎么样 可以 应该 액 好了 让我开 转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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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装